家里有宝宝,不爱吃胡萝卜的,那肯定是你没有就对 像我这么做,不炒不炸,不凉拌 上桌全家人都想着吃,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四分钟就可以学会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屏幕上的一圈三连哦 首先我们准备四到五根的胡萝卜 清洗干净之后给它去皮 胡萝卜是个好食材,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擦成细丝 水开之后,把胡萝卜放进来,焯水一分钟 时间不用过长,稍微变软一点,就可以捞出控水 焯过胡萝卜的水就可以直接喝了,千万不要把它丢掉 好,控干水分的胡萝卜放入大盆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两到三勺的土豆淀粉 然后,下手给它搅拌一下 让每一根胡萝卜丝都沾上淀粉 根据萝卜的含水量进行土豆淀粉的增减 使萝卜丝和土豆淀粉能够结成块,不散开 放在案板上,我们开始给它整形 整成这样,方嫩四角就可以了 然后改刀切片 把厚程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直接给它切成一厘米左右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我们准备几个笼屉,铺上笼屉布 可以防止粘连 然后把它们整齐的码入盘中 中间记得保留一些缝隙 避免蒸好之后,粘在一起 五根胡萝卜,我总共做了两大盘 盖上盖子 凉水上锅,水开之后蒸2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切一些配菜 两根春天的小香葱切成松花 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一小把花盆里的香菜 同样的切成小段 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祖传的蒜酒 再准备上五瓣大蒜 一丢丢的食用盐 把它倒成蒜泥 加入食用盐可以使蒜泥更加的粘稠 还不会使蒜汁溅得到处都是 倒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和小葱香菜放在一起 根据口味清淡加入一丢丢的食用盐 一小点鸡粉 一点白糖提鲜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生抽 喜欢吃醋的朋友可以多加一些山西老陈醋 最后加入一丢丢的蚝油 可以吃辣的朋友可以往里面加入两勺红油 一勺辣椒油 再加入60毫升的山泉水 把所有的调料搅拌均匀了 一个简简单单的万能料汁就调好了 现在已经蒸了2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不用门锅 直接打开盖子 哇这颜色也太漂亮了 摸起来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晶莹剔透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装入盘中美味继承 这样蒸好的胡萝卜糕 可煎可炸可炖 可炒菜可凉拌 家里有宝宝的也可以蘸上白糖或者是蜂蜜 大家看这可是弹性十足 扣扣坦坦 一道简简单单 非常好吃的懒人做法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啦 我们下期见